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分享一下 目前在整個 一個 線上跟線下 的一個所謂的關係 那現在來講很多的 跨境平台 跨境平台這種 管理已經是 非常的 推廣很多 那包含現在 的人的消費習慣 已經都是 幾乎都是線上 都會有一定的參與 包含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長者 目前看起來大概七十幾歲的 也都會用momo 蝦皮 PC控 那這個跟 平台它的一個介面 的人性化的一種 連帶進步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事實上 如果以momo 如果每以momo來講好了 momo它目前的一個 從進去不管你是用手機 主要是手機 手機它的一個介面的一個操作 人性化的一個介面是很方便的 從一開始選物品 對不對 訂單 甚至付款 對比較麻煩 那付款來講 一次性來講 如果是貨到付款 那很方便 可以直接寄到家裡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用 Saven的 那可以就是到店 或者是到店 那如果是說 比較方便 那是信用卡 那雖然有些長輩 他信用卡比較不方便 但是 子女他一次性的幫 長輩 輸入一次信用卡 的資料是沒有問題的 子女他可能沒有辦法 隨時在照片的旁邊 但是如果是一次性 可以幫忙解決到一些 註冊 或資料的更新 到位來講的話 那事實上很多的一個 網路上的功能 事實上是可以達到 那目前不是只有說 長輩 包括一般的年輕人 也都是會希望 物體有食物可以摸一摸 所以變成是說 現在會有很多 很多的一種叫做 體驗 在十年前來講 甚至更久來講 不會有幾乎不太會 聽到體驗的樣子 但是目前來講 很多都會聽到 體驗的概念 體驗店 以前叫做實體店面 現在都講體驗店 那體驗來講的部分 他就是彌補 在實體上的一個補足 那 這個實 這個體驗的這個概念 這個東西 它會一直下去嗎 事實上 它會有一個蠻長的時間 因為現在剛好是 線上線下的一個過渡器 那體驗這個東西 那我如果我們這樣追蹤 體驗這個東西 最後會用什麼取代 A V 就是一種虛擬實化 或實化虛擬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 它慢慢的會 會強化體驗的那一塊 那當這一塊 隨著技術 目前來講技術還沒有到位 單一技術沒有問題 但是所謂在技術的一個擴展上來講 還沒有一次性的到位 那當這個技術性它 一致性的擴展下去的時候 當它的擴展效應出去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有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黑科技啊 或所謂的一個部分 或所謂的整個 科技的一個紅利 或所謂的一個政府的一個 政策的一個導向 的一個部分 那當這個所謂的這些 技術都到位的時候 那ARVR的部分 它可能就可以 秘密體驗 那這時候是多年多久 不知道 可能五年四年之後 那我們再講 比較近的這一段時間 短中長的一段來講的話 我們以三年到我們 短的來看的話 目前在整個這個線上來講 它事實上跟線下 還是有很大的連結 包含有一些東西來講 如果可以 我在網路上賣是OK的 那如果網路上不好賣 我沒有辦法賣 那我就必須用線下來做個秘密 所以事實上 有時候我們在看物流上的部分 來講的話 就是線上好像很單純某某 線下就是實力點面 但是如果我們從小盤 中盤大盤 物流這個部分 物流金流 所有的一個倉儲的一個部分 這些都是所謂 沒有造學功能的一個 屬於比較沒有造學功能的一個部分 那一般在行動造學功能之中 所謂研發設計 生產製造出來 這個部分在行動 那當我出貨之後 這個部分就進入屬於物流 那在物流這個部分 往往我覺得才是一個 一個商品 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 賣的好處 或是利潤的很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如果說跳脫 跳脫生產製造那一段 如果進到物流銷售來看的話 會發現 往往一個物流銷售 如果做得好的話 它就不會有付出 那你不會有付出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有創造更多的現金流 那現金流的部分 你就會回饋到你的 所謂的一個 研發製造部分 然後加強你的技術的一個補程 那如果 就是說 目前今天的一個主題在講說 線上跟線下 那線上的部分呢 就是PC-home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包含之前的一些淘寶 包含很多的一個小型的部分都有 那如果是線下的部分呢 現在很多呢 就會有私體店面啊 包含像娃娃機的部分 以前呢 在六七年前 就是所謂一般來講 野場存在的時候 都是小間小間淋漓的 那現在呢 已經把它整合起來了 所以 漸漸可以看得出 私體店面呢 線下呢 會往一種趨勢移動 就是往 大者很大 小者很小 大者很大 就是所謂的越來越大 就是 一嵌一嵌越來越大 你看零食廠一間高的 真的像牌娃公司一樣 對 那小者越來越小 那你說野場就沒有辦法乘搭 有一些的點反而 也都是大家很喜歡去 但是它就會很小 就跟你今天賣美食一樣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麵包店 我今天如果沒有很大的規模來講的話 我如果是屬於像以前傳統的家裡麵包店的話 大一點點 可能請個一二十的員工 那這個有可能就會變成不上不下的一個情況 因為 沒有辦法跟資本 所謂的資本 抗衡的情況 你又沒有辦法跟小型 小到那種工作室的一個 那種小而很專精的 這種所謂小眾市場 特色文化進程的時候 這種很有可能 中產的所謂的訂單 所謂的 所謂的銷售的這一個紅利就會被吃掉 那小特殊的話 就是非常非常客製化這些 你有沒有辦法去吸收到的話 就會變成 中間以前我們看最大訂單量 不見得是最大利率 是最大的一個穩定的一個來源 資金來源這一塊 很容易就會被吃掉 所以我們往後來看呢 就會明顯的感受到就是 線上跟線下呢 不管之後的整合怎樣 就會有很明顯的一個感覺 就是 之後呢 就是大者很大 小的很小 那如果我們是像那種大企業來想 當然可以做的很大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大企業 他所擺的大企業就是單幹的 他雖然是單幹 可是他的單一個人 他的單可能是一萬人做起跳的 所以這是小型企業沒辦法逼領的 所以現在很多中小型的中型企業 不斷的在轉型 希望可以跳脫出 可是會有一個難度 因為如果我們以一個一百人的企業來講 一百人企業如果乘以一個月的薪資 或是四萬或接近五萬 那我們如果乘以一個人在公司的所謂的成本 大概是抓1.2到1.5倍的來看 一百人的公司 一年光人事成本 就要付出N千萬 這個N千萬是不包含利潤 不包含所謂的後面的一個獲利總結 就單純每個月工廠一營運 就必須付得人事費用 就N千萬 N千萬這個來講 對我們員工來講可能沒有感覺 但對所謂的老闆 對老闆 被稱為老闆 什麼東 什麼東 什麼板 什麼哥 什麼哥 這些 什麼企業主 對不對 這些人來講的話 他晚上做夢可能是一個壓力 因為在如果是在10年前 在疫情之前 18貿易戰之前 甚至更早之前 171612之前 幾乎這個幾乎 都按正常的所謂的全球分工來做的話 只要哪裡有市場 我們現在也從頭沒有問題 可是雖然18貿易戰19 疫情 20 緊縮 21 遠程 22 對不對 萎靡 23 已經有點麻痹 24 茫茫 茫茫無奇 到現在 地緣真是種種的因素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時候 在整個的一個線上跟線下 它的一個正常的一個分配來講 就會越來越一個沒有那麼的明確 那這個呢 就會牽涉到一個點 就是說 線下 就是我們的市議店面 它 如果你是大資本 沒有關係 我大資本來講 我的 有一定的客單 有一定的一個資本的 它一樣可以到哪裡都可以生存 只是賺多賺少 但是如果對中型 甚至小型來講 都會是一個難的一個部分 對 那中型來講 當然就是慢慢轉型 那可是我們如果有一句話 就是傳小好掉頭 傳小好掉頭的話 那事實上 我們以大型企業不來看的話 反而中小型 反而是越小型的企業來講 在這種所謂的混亂來講 它的船小更好掉頭 可是 船小有一個風險 船小就是因為它體量小 所以浪一來的時候 有可能一拍 就直接拍去海岸生命 所以這等於就是說 怎麼去慢慢去 慢慢去 慢慢去 整合這一塊出來 浪 浪這個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殺出一條血路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多中小企業老闆 目前正在思考的問題 那如果呢 在企業的一個改造 在企業的一個改造 或企業的一個重新塑型的過程中 如果呢 越快找到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四個字 商業模式 新的商業模式 不管之前做什麼 我之前沒有做 如何很快速的把線上跟線下給整合起來 融縮屬於一個自己獨特的一個商業模式 這個無形中 就是一個最強的一個模式 因為在整個的一個技術的一個 疊代越來越快的情況之下呢 以前在單一的商業模式 不管是線上線下 都可以一朝半是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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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也就是說呢 不管是在線上跟線下 接下來誰能越快的尋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個商業模式 屬於適合自己的商業模式 適合自己的一個體量 適合自己的一個公司的體量 適合自己的一個公司核心技能的體量 那相信在這個所謂未來的一個路上呢 會是越來越順遂的 好OK 那今天先這樣子 OK Bye